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為這個林大玉所量身打造的兩個神話 一個是鵝黃女嬰 一個是所謂的這個醬豬仙草的兩個系統 但是這兩個系統其實有高度近似 在結構或者它構成要素上面 完全重疊的地方 那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你會發現主角當然都是女性 而且這個女性在這兩個故事當中 那麼她們都是以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情為她們的一個存在核心 那麼可是這些情呢都直接關聯於眼淚跟死亡 所以我們上次特別提醒大家很有意思 女性的愛情呢 基本上跟眼淚死亡是成為一體三面的一個共構表述 這構成的這兩個神話系統呢 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一個核心要素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在曹雪芹的認識裡面 不管這個認識是不是她自覺的 想要這樣去塑造的 還是她不自覺的反映了她潛意失蹤 對女性生命型態的一種感知 總之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女性之愛 基本上就是不夠健全而成熟 那麼我下面會分兩個層次來談這個問題 那各位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這樣的一個思考 老實說有一點特別 但是這個特別的一個approach 就是我真的思考了很多年之後呢 才達到的一個了解 首先第一個 眼淚 眼淚到底代表一種什麼樣的存在 我想在座同學們 有沒有誰是沒有哭泣過的 假如有的話請你舉手 我會給你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這個就是讓你哭泣 然後呢 因為我們是師生關係嘛對不對 唯一可以讓你哭泣的方式 是只好把你當掉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在腹中前面 可能22響之後你又再多一響 我不知道是不是哭聲的原因 總之哭泣過的同學應該都知道 很深深感受到呢 眼淚被醞釀出來的那個心理狀態 然而哭泣過的人 不一定知道眼淚所代表的意義 因為哭泣的原因形形色色 好 那麼所以我們要進一步來思考 我們如果是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 然後在一個非常極端或很激烈的狀況底下 引發我們的眼淚 不管是同情 委屈 憤怒等等都可以 假設一個人經常用眼淚來作為情緒的表達 這背後有沒有一些心理學上面 可以讓我們去理解他的內在的一些 很優微的狀態 所以我下面提供給你們一些相關的思考 請你們看一下 這邊有一段 這個其實當然都是西方的學者 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遠超過我們 到底眼淚背後隱含了一個心理的狀況是什麼 他的一個心理需求是什麼 那麼這位那個尼爾先生 他在討論通俗劇的時候 那你們知道通俗劇是滿灑狗血的嘛 那之所以要灑狗血就是要回收你的眼淚嘛 對不對 那所以他的劇情的設計曲折感人 那個幾乎是催淚彈一樣 可是他就注意到 這些通俗劇的一個編劇型態 你會發現劇中人物的眼淚 不只是呢象徵著一種無力感 好 你總以為眼淚就是一個弱者 當他無可奈何或者是感覺到有所委屈 然後甚至有怨天尤人的不平的時候 才宣洩出來的一種表現形態嗎 不是 他說眼淚呢更是一種 請你們注意喔 眼淚更是像一個會有反應的他者 他者就是你之外的另外一個人 而且重要的是他會對你有反應 好 所以你的眼淚只會對你有反應的人去流 原因是因為這個眼淚就是要向他掛號 掛號的意思是顯示一種水仙子自戀式的力量 那麼你想想看要注意 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限定描述詞 就是呢是有所反應的人 如果對方對你的眼淚沒有反應的話 老實說你很快的 你自動的 你不一定是刻意的 你就會不會向他掉眼淚 所以滿有意思的一點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一個很愛哭的人 通常都是因為他一哭 周圍是不是就會給他回應 比如說給他安慰 給他其他的這個 不管是有形或無形的撫慰 說實在的眼淚 他事實上的是另外一種變相的一種 情感上面的虛索的方式 那我在這邊就要提醒你們注意囉 在這邊引用到眼淚的意思 其實主要是要希望你們對照一下 小說當中眼淚流最多的 從頭流到尾的 從村流到下又流到東的 那麼要終其一生的 是不是就是林黛玉對不對 那你們告訴我 他眼淚最常流的對象就是誰 賈寶玉 非常有反應對不對 只要他一哭 我們的寶玉是不是立刻就打跌起 千百般的溫言寬語 然後呢一萬聲的好妹妹好妹妹有沒有 然後慢慢的就讓他回轉 那麼所以我要請你們對照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喔 就是呢 就是 你們大概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林黛玉在小說當中啊 你們都誤會了 因為我們的成見太深 所以在那個成見底下 我們忽略掉很多客觀的事實 而所有的客觀事實 都指向一個真相 那就是林黛玉在賈府當中 他事實上是一個從上到下 備受愛寵 而因此呢 讓他發展出高度的自戀 以甚就是個人主義式的 一個人格型態的這種處境 所以他事實上是個寵兒 那麼這個寵兒呢 基本上是有點隨心所欲的 那他的眼淚其實是這種 隨心所欲的另外一種形式 我們以後有機會 再把這個多講一點 我現在要提醒你們的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整部小說當中 只有誰當面對林黛玉嗆聲過的 蛤 誰 你們 誰 趙姨娘 沒有 趙姨娘絕對不敢 她絕對不敢 這個人基本上是一個 完全活在現實世界裡面的人 他會鑽營 他會甚至有一些陰暗的手段 但是他非常知道誰是檯面上的人物 所以他知道該巴結誰 該恐懼誰 他不見得 他絕不會如此造次 所以有誰呢 只有一個人敢當面對他嗆聲 我覺得閩南語這個嗆聲太生動了 真的 有誰 你們知道嗎 其實是妙玉 好 那麼妙玉那一段很精彩 我也是讀了很多年很多次之後呢 才赫然發現這一點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在那個41回 劉姥姥逛大觀園 那麼在賈母的帶領之下呢 一行人最後就是來到了這個隆翠庵 那麼這個在隆翠庵裡面 就發生這樣一件事情 裡面有很多可以談的重點 但是我想我們就先跟 目前有關的這個部分呢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來 請看636頁 41回 那你們一邊翻 我就要一邊提醒你們 就是在倒數第二行 那麼他們喝了所謂的提己茶 就是妙玉專門呢 把最好的藏起來 然後呢只給自己人喝的那一種 那喝著喝著呢 妙玉就 呃不 黛玉就問說 那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嗎 為什麼黛玉這樣問 為什麼黛玉這樣問 蛤 你們回去要把相關的情節要獨守 因為前面發生的事情是 賈母帶著一行人不是來到他的龍翠庵嗎 那妙玉是不是就要奉茶 來招待 那用的茶就是用什麼水來泡的 就是舊年捐的雨水啊 你們前面要仔細看喔 因為你招待賈母絕對不能等閒嘛 那要用好的那個水質 那麼來泡茶 那所以呢 林黛玉就很自然的 就順勢問說 那剛剛給賈母 欸 賈母是了不起的人物 對不對 一個權威的這個金字塔尖 那你用這麼 你用招待他的水 絕對就不是這個 就絕對是非常高級的 不可能是那種比較刺激的 甚至劣等的 所以林黛玉很自然的去問說 那現在這個茶是不是也是舊年的雨水 懂意思嗎 好 結果呢沒想到 欸 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曝露出他的無知 甚至絕對跟個人的庸俗無關 對不對 然而廟玉呢 你看長篇大論 廟玉大概全書當中 最不客氣的對象 除了賈寶玉 大概就是領黛玉 所以你們看一下廟玉就冷笑說 你這麼個人盡是大俗人 連水也藏不出來 他說這是五年前 我在玄墓盤香市住著 那麼收的梅花上的血 那麼供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 嗡一嗡 總捨不得吃 欸 注意一下喔 紅樓夢裡面不說喝茶 他們是說吃茶 好 這是他們的習慣用語 所以呢 那一鬼臉青的 這個梅花上的血就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開了 我只吃過一回 這是第二回了 你怎麼藏不出來 舊年捐的雨水哪有這樣輕浮 如何吃得 好 那你們看看 這樣長篇大論就被人家指著鼻子 罵你是個大俗人 好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我問你 換作是你 你當下的反應會是什麼 欸 老師如果當面指責你 你是不是大概心裡都很不爽了對不對 甚至有的同學喔 比較 個性比較強的 甚至很可能你沒有當面直接說 稍微暗示他哪裡有點不對 他拎起包包就走人給你看的 我遇過這樣的學生 所以你就知道說當面指責別人 尤其是貶低 你可想而知一定會引發對方的不快 對不對 尤其不要忘記被他當面 罵了好幾次大俗人的人 是全數中最敏感 甚至最脆弱的林黛玉 我們都覺得這恐怕會引起重大災難 對不對 你想想看如果保玉講這個話呢 世界末日 你這樣子去推論你很快就會知道說 這中間有很微妙的一個差異在裡面 而這微妙的差異呢 事實上最終你會找到一個掉眼淚的人 他其實絕對不是一個一體適用的 某一種表達的一個共通的一個通則 他其實會因人而異 那所謂的因人而異就是指 誰對你的眼淚有反應 你才會流眼淚 了解嗎 結果呢 請你們看一下喔 下面我們林黛玉的反應 真的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也完全跟我們所認識的林黛玉背道而馳 他的反應是什麼 沒有哭欸 對不對 然後也沒有生氣反罵回去欸 他竟然是什麼呢 蠻息事寧人喔 他說啊 黛玉之他天性怪癖 不好多話 也不好多做 那麼就默默的吃完茶 默默的就約著寶釵就走了出去 一場風波就這樣無聲無息的 無疾而終 好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你們認識的林黛玉是這樣嗎 好像不是欸 所以當所有人都對林黛玉小心翼翼 生怕哪一句話 讓多心的他聽到之後會引發 那麼心理上面情緒的反應的時候 只有妙玉完全不在乎他 而且用最直接用最激烈的語言 當面來貶低他 那我真的覺得這一個完全天壤之別的對待方式 很起人反思 更令人反思的是 欸為什麼林黛玉的反應 卻這麼樣子反過來的天差地別 好奇怪 當人家對他小心翼翼呵護著他 放縱了他的時候 他偏偏是不是最為放縱 也最放縱他的個性對不對 然後最重任他的情緒 可是當有一個人完全不體會 不體貼他的時候他怎麼樣 突然之間很獨立很成熟了有沒有 所以這太有趣了 所以有一個清末的平點家就有提到 他說紅龍夢裡面的二玉 一個是寶玉一個是黛玉 平生中都只有一次招人擺眼的經驗 那寶玉唯一的招人擺眼的經驗是哪一次 其他人都是把他捧在手心啊 有沒有 人中龍鳳一樣 呵護他順著他拍他馬屁的都很多 那只有一個人其實就是完全不假辭色 我管你是誰的 我就不把你看在眼裡 因為他根本不愛你 所以人各有所好 我已經要暗示你們到了那個人 就是那個人就是讓寶玉很深刻的認識到 原來我並不是地球中心說的那個人 所以那個人是誰 就是靈官 靈官是不是對他完全不假辭色 有沒有 當他要坐到他身邊的時候 跟當靈官如同別的女孩一樣 那靈官是不是立刻就正色 而且起身迴避有沒有 他從來沒有受過人家這樣的厭棄過 所以這是寶玉的唯一的一次 那黛玉唯一的一次就是這個妙玉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太有趣了 當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呵護他 然後呢 順寧他 靈官如卻反而感覺上眼淚特別多 可是當有一個人完全不假辭色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眼淚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到底給我們什麼樣子的一個反思的餘地呢 我覺得這段話給我們很好的參考 真的 你會掉眼淚 除了你個人私底下的一種感傷之外 通常只要有他者存在 前提都是那個他者呢 會對你有反應 而且是善意的順著你的反應 所以呢 簡單說 簡單說這樣子的一個眼淚呢 最重要的是他來自於一種水仙子 自戀式的力量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 眼淚常常跟自我中心 又是會結合在一起的 我說的常常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呢 有些愛哭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因為太把眼光聚焦在自我身上 眼睛呢 不離開自己的得失喜怒哀樂的感受 所以才會對自己的小小的一些感應呢 那麼就會用眼淚的方式很快的來表達 所以通常愛哭的人 我真的在現實生活當中也檢驗過 真的 愛哭的人常常都是比較自我中心 通常也比較自聯 而自聯的人通常也比較自戀 好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再多去揣摩一下 所以下面這一位就是完全就用那個心理學 這個是阿德勒 這位其實算是那個德國的心理學家 簡單對他做一個交代 他其實是弗洛伊德的學生 雖然他的年紀只比弗洛伊德小幾歲啦 但是算是他的學生 但是很奇妙 弗洛伊德的門派很特別 就是他最得意的大弟子 都一一叛離師門 另外去獨立門戶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就是榮閣 對不對 好 那他就另外開創另外一個學派 那當然發展出別的學說對後來的影響也很大 那這位阿德勒就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 他脫離了弗洛伊德的那個門庭之後 那麼另外成立的一個學派呢 就叫做個體心理學 那他認為弗洛伊德把所有人的那個性格成長 以及各式各樣的這個心理障礙 那麼歸屬於所謂的什麼Libido啦 什麼心理不滿足 他覺得這根本不對 他覺得大多數人在人格成長上面 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其實都是來自於童年的經驗 那這個所以他另外去開出一個 所謂的個體心理學 那總而言之在他的著作裡面 提到好幾個滿有意思的 可以讓我們來理解這一類人的 這些相關表現 他阿德勒最重要的是呢 當然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對於所謂自卑感的一個分析 那麼自卑感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來的 那麼自卑感怎麼樣超越 怎麼樣轉化成為對一個人的成長進步 是一個正面的力量 那阿德勒的分析就非常好 所以他有一本書叫做自卑與超越 那麼就在他的著作裡面就有提到 他發現一個自卑者 往往其實會用兩種方式來表達 尤其是被受寵 尤其是受寵的孩子 最後的受到一些挫敗的時候 常常就會用這樣的方式 那就是眼淚與抱怨 好 那注意一下喔 他說眼淚與抱怨這些方法 那麼他把它稱為所謂的water power 是一種水性的力量 注意 水性就表示說他不是那麼剛烈的 不是那麼直接的 不是你立刻就可以這個強烈感覺到的 但是他透過一種比較柔軟的 那麼比較甚至是潛在的方式 但是他是一個power 他是一個力量 他基本上其實還是在對別人發出指控 所以他把它叫做水性的力量 所以眼淚也一樣喔 眼淚是一種無聲的抱怨 可以這麼講 那抱怨大概就是眼淚的言語化 眼淚化為這個語言 那大概就是抱怨 所以他就發現說這兩種水性的力量 當他在人跟人的交往互動當中出現的時候 他是一種破壞合作 並將他人貶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 注意一下喔 所以筆珠剛剛的那個尼爾所說的 他要更進一步 從那個心理學的角度來說 他告訴你 眼淚尤其不只是在對有反應的人 才會施放出來 事實上呢 當他施放出來的時候 不只是只是在尋求撫慰 尋求一些心理之源 不是 他其實也是在把別人貶低為奴仆 某個義來講 這也是一種自我提升的一種方式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慢慢去揣摩他說的話的意思喔 我用最簡單的話來說 你們有沒有感覺到一個哭的人 某個義來講 他固然是內心中覺得自己有所欠缺 或有所冤屈 有所不平 可是當他有這種感覺那麼行住眼淚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不是也是在指控這個世界 對他不好 了解嗎 因為你們對我不好 你們對我不公 所以我今天才會這麼可憐 所以這裡面有很微妙的一個心理反應 所以一個愛哭的人 有時候我就在想某些狀況 對愛哭的人你不要理他 他說自己就好了 就是說慢慢成熟的人他會知道說 我本來就不是世界的中心 世界沒有對不起我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在座同學我相信你們將來 可能也會遇到類似的經驗 跟人生歷程中不可避免的這些挫折 那我這麼多年來慢慢學會的一個 自我警惕的一個方式就是 真的當我們開始要掉眼淚 開始覺得心裡面覺得這個世界不公 是如何如何的時候 你真的要提醒自己一句話放在腦海裡 讓他對你發出聲音 一直在提醒你真的世界沒有對你不公平 世界沒有欠你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所以當你跌倒了旁邊沒有人來扶你起來 你不應該抱怨這個世界了解嗎 因為別人沒有欠你 別人沒有義務幫你的你知道嗎 所以當有人伸出援手的時候 你內心當中是不是就應該要充滿感謝 別人的幫你不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這一類的人他們會覺得那是理所當然 那個覺得當然有可能是潛意識的一個長期 已經累積很久的一種習慣性的反應 但是這已經變成他們潛意識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嘛 我就像有反應的人才會有眼淚嘛 那對於一個完全不理我的人怎麼樣 我就默默地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就用一個很客觀 很成熟的方式加以化解 所以提醒你們 林黛玉在《紅樓夢》當中 確實是不是也最跟人家不合作的嘛 他最孤立 最於就所謂的孤高自許 慕無什麼 你們都背不起來這幾個專有名詞 要記得那個大概是在第四回 一開始就有提到 林黛玉的性格是所謂的孤高自許 然後最重要的孤高自許還沒有關係 因為你要怎麼看待你自己 那是你的權利 但是如果你因此而貶低別人 這就有問題囉 所以你看下面的第二句是 慕無下沉 他眼中根本沒有別人存在啦 所以說實在他們已經不只是高傲 而且甚至是傲慢 所以你看慕無下沉 把別人都看成沉啊一樣很低下的存在 那麼事實上這樣的性格設定 那麼跟他以這個眼淚相識中的 這個神話設計 老實說有內在相通的地方好嗎 所以這個是順便跟你們提一下的 可是這個眼淚作為一個人不夠健全成熟的一個反應 那麼還不只如此 我們要特別跟他的情感形態 結合在一起來做一個說明 那就是下面我們會看到的 不過在講那個之前 我們對於那個降諸仙草的神話 要在做一個額外的分析 然後才能夠接續到為什麼女性的生命 在這兩個神話裡面都被設定為跟眼淚 還有死亡也緊緊相連 成為一個共構不可或缺的必然的一個模式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覺得在江諸仙草的這個神話裡面 其實隱含了好幾個層次的一個歧視意識 就是說首先我用念的給你們聽就好 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降諸仙草的這個神話 當然淵遠留長 他其實是屬於那個傳統的植物崇拜的一種表現 沒錯吧 就植物崇拜 尤其是在鮮明時期是不是對有動物崇拜 有植物崇拜 就覺得在萬物有靈論的這一種思維底下 覺得動物跟植物其實都有他們 非常超越性的一種性質 所以人類那時候以一個比較謙卑的姿態 來遵從他們 好 那麼降諸仙草加個仙字 當然是來說明他是一個超越繁俗的一種 很奇特的一種植物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植物崇拜的心理表現 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各位請注意下面的一個現象 在我的考察裡面 尤其是從未進之後 傳統的鮮化中 其實它所出現的那個仙草的形態 基本上它會有一個同時出現的一個模式 那就是仙草跟玉石是往往併出 而且互相依存 就是旁邊有玉石 那這個另一邊可能就有仙草 而且當然他們在仙境裡面注意一下 他們都具有長生不死的那個功效 那旁邊可能還有鯉泉有沒有 鯉泉也就是甘美的泉水 喝了大概也可以長生不死 這大概是鮮化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他們在續寫有關仙草的 一些相關的外圍的連帶性的 這些這個情況 可是請你們注意 曹雪芹在吸收了這個傳統鮮化的表達方式之後 他做了什麼樣的轉化跟改造呢 你會發現神陰侍者我說過 無論作者經過什麼樣的考慮 從結構上來講 他必須就是那顆丸石 了解嗎 那也都是賈寶玉的前身 那你可以注意到說 那麼神陰侍者他跟丸石是二而一 那這顆丸石作為仙境中的一個通靈的存在 那跟這個仙草的仙字有沒有注意到 都是超凡脫俗的 另外一個神聖空間的產物對不對 一樣他的這個並存的模式 跟傳統的那個仙化是很接近的 然而曹雪芹的用法 又有一點顛覆性的一個改造 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神陰侍者還依然很活躍 同時他擁有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來灌溉這個仙草 請你們注意那是他用什麼東西 這個很重要喔 不是用自來水對不對 他用什麼來灌溉 也不是普通淡水河的水 那這樣降出仙草會提早死亡 那他用的是什麼水這很重要 這個在曹雪芹之前 尤其是明代的長篇小說 已經被賦予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 真的很重要的意涵 他用什麼來灌溉他 甘露啊 所以我提醒你們就在第一回 就在拜第幾頁 你們這些細節要注意 所以你們自己很快樂的閱讀的時候 所略過的小細節 我現在就要幫你們補充進去 所以要把這些內涵全部都要整合在一起 這在第六頁 所以請你們注意 神陰侍者他用來灌溉醬珠仙草的是甘露 而甘露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你們很熟悉的另外一部長篇小說 張偉小說《西遊記》裡面 甘露就發揮很重要的功能 他是被誰所擁有的 然後他的偉大的事蹟又是什麼 這個你們都不知道喔 好 就是這個甘露是觀世音菩薩所有的 然後是不是他手中是不是有一個洋汁水瓶 然後水瓶裡面裝的水就是甘露 然後所以呢 觀世音菩薩他就是用這個露瓶中的甘露 那麼救了什麼 哇 你們都沒有看西遊記喔 他救了那個被那個 反正就是被破壞 然後因此就倒掉奄奄一息的盤桃樹 好 那個盤桃樹是不是你吃到他的果實 也可以長生不死的嘛 對不對 所以都是這種 非常神聖偉大的植物喔 但是你看他抵擋不了一個很大的力量 被破壞了 然後也因此死亡 可是靠的就是甘露 讓他起死回生 而且你看喔 他是用洋汁 然後呢拿出來撒幾滴 那棵樹呢就整個煥然一新喔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的神陰侍者用甘露來灌溉這個仙草 用的當然就是甘露他非常 具有起死回生的神效 沒錯吧 好 所以讓這個奄奄一息的 醬豬仙草也獲得了延續生命的這個可能 然而這中間其實有一個非常不平等的 性別結構在裡面喔 作為女性林黛玉的前身的仙草 照理來講他是仙草是不是本來就應該 有長生不死的特權 對不對 不然他有什麼資格當仙草 可是在草雪芹的筆下 他被恥奪了長生的特權 他跟一般的平庸的生命一樣 也是會死亡的 了解嗎 可是神陰侍者竟然還是那樣子的 充滿了神話世界裡面 才有的那一種神仙的特權 那這中間已經慢慢開始傾斜了 他們彼此之間本來在神話世界平等的地位 就已經受到傾斜 好 那清潛的那一端不是男性的這一方 而是女性的這一方 所以這個你作為女性前身的僵住仙草 不但被恥奪生命的長生的權利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成為一個接受者 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無能為力的 他是面對死亡的 他是柔弱的 而他必須接受來自外來的幫助 所以這中間不但有性別的差異 而且失跟受的關係 也完全符合我們一般所認知的 這個性別的常態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麼我們這一段講得很清楚 事實上曹雪芹在運用這個仙化的時候 他已經改造了原始仙化的那個 蝕跟草之間的那個平等的關係 而建立在一種失跟受的一個不平等結構上 所以這也完全符合那麼他們的這個喚醒入世之後 那麼唯一人的男女不同的這個性別氣質 以及性別地位 那所以什麼叫性氣質 就是這個性別應該要表現出來的那個特質 我們叫性氣質 那性地位就是在社會結構當中 你的性別所帶給你的不同的地位 那所以你會發現呢 曹雪芹在用這個醬豬仙草神話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對於一般的仙化做了改造 那麼這兩者之間發生了不平等的待遇 第二個請你們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醬豬仙草的這個神話裡面 也充滿了一種跟賈寶玉的若干 萬物有靈論有所脫節的一種 那麼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 大人類主義可以這麼說 你們我直接用唸的給你們聽好了 就在那個第六頁好 順便你們看一下課本好了啦 就小說裡面 在第六頁裡面的第六行有沒有 當這個醬豬仙草接受了 這個神陰侍者的給予的慷慨的滋潤 然後他獲得了炎年益壽的這個新的出路 然後再加上雨露滋養請注意 遂得脫卻草胎木質得患人形 謹修成個女體 就在這幾句話老實說 當我剛開始接觸紅樓夢沒有多久之後 我其實在很不自覺的狀況底下 感受到這其中有一些讓我不安的成分 但是因為我們都有很強烈的呈現 在讀紅樓夢的時候 我們關心的問題以及我們關心的方向 已經很早就被決定了 所以這種隱隱然讓我感到不安的東西 就一直被掩蓋 我一直沒有去察覺到它真實存在在那裡 但是這個東西呢 在我真正要把這個問題做一個釐清的時候 終於豁然開朗 它讓我不安的地方在哪裡呢 第一個就是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要什麼脫卻草胎木質得患人形 換句話說這個物類的轉變方式 或者是轉變向度 其中呢第一個就隱含了一種 所謂以人為尊 把人類的生命形式呢 當作是萬物的最高級的形態的一種 人類的這個一種傲慢的思維 覺得在這樣這麼多形形色色的生命體當中 只有人類的形式才是最高級最進階的一種 所謂的那個有靈會的特殊生命 所以草木才向人類的這個形式去轉化 所以這個中間仙草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那麼的神聖 超越平庸人類的那一種特質 你就發現說恐怕這個神聖性也被恥奪了 因為它被視為是不如人類的一個前階段的 一個比較原始的一個次等的生命形態 好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這邊我有一個 我發現到果然也有學者發現到 不是從《紅樓夢》啦 但是他們考察中國的那個小說 注意到一個現象 尤其中國是不是從《山海經》不那麼明顯 但是到了魏晉是不是有智怪小說對不對 既然叫智怪就是有形形色色奇怪的生命體 有沒有 動物啊什麼他們會變化 會有一些超越我們尋常的那些經驗 那麼就在這樣的一個背景當中 他們注意到生命體之間的轉化 就出現一個中國式的特色 來 請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漢學家鍾岩美戴子 他的一個觀察 我覺得這個觀察實在太有趣了 他談到說小說中有所謂的變形邏輯 什麼叫變形 這個變形就是指變化形體 那你們知道在智怪小說背後的那個怪誕思維 他們認為生命體跟生命體之間 其實沒有那個盼然二分的界線 他們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轉化 然後因此他們其實甚至可以是平等的 甚至是可以互相交織成為一體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變形邏輯 最哲理式的呈現 你們都知道是不是就是莊子的什麼故事 莊舟不是夢蝶嗎 他乾脆就整個變成蝴蝶有沒有 那莊子在講這個夢境的經驗 而遇含著一種奇悟觀點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他跟蝴蝶之間有地位的高下之分嗎 沒有 他事實上跟蝴蝶是平等的 而且甚至覺得說我能夠突破人的 這一種沒有翅膀的笨重 而能夠變身為蝴蝶 我享受到一種許許然的逍遙自由 有沒有 所以在莊子的那一套理論裡面 他完全就是一個萬物平等的奇悟思想 好 可是呢 那是莊子 事實上人類的這種自我中心 當然這在所難免啦 那而因此滲透在中國常見的小說當中 他就發現變形的邏輯就是他的方式 他的向度有很高度的某一種傾向性 他說中國的這一種變形邏輯呢 是以一種從人類以外的其他生命型態 變而為人 他把這個叫做向性型的一個變形邏輯 那就是以人類為中心啦 知道嗎 以人類為中心 其他的物種呢 當他們在競爭 在努力蛻變 在修煉 在進化的過程中 最高目標就是到人的這個生命型態 了解 那所以他們的變形過程就是最後到達 以人形作為他們最重要的一個生命進化的階段 他把這個叫做向性型 那我在這邊先暫停 你們那另外一點很有趣的就是說 那中野美代子他發現歐洲的神話傳說 也會涉及到各種物類之間的轉變 然而就跟中國非常不一樣 他說歐洲的神話小說裡面的那個變形邏輯 是所謂的離心型 就是人常常變成其他的動植物啦 然後就跟中國的那個思維大意齊去 那歐洲的神話我們舉幾個例子 你們立刻就可以知道 因為現在滿有名的 就是那個達弗尼的故事對不對 他不是就要被追嘛對不對 被一個色鬼追 那為了要逃脫他的魔掌 怎麼辦 作為一個人跑不掉 女性可能也跑不掉 那我乾脆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月桂樹有沒有 那再怎麼好色 總不可能對一個月桂樹 很難講齁 好 總而言之 對啊 總有人很奇怪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就變成了月桂樹 那是不是也有好像是什麼 是宙斯 奇怪 好像 歐洲的神話裡面很多好色的神 那也是看上了 不知道怎麼就變成了什麼 去接近對方也變成天鵝 有沒有 然後變來變去的 欸 你就發現說 他的觀察很有趣 在歐洲的那個文明裡面呢 他們恐怕就比較沒有這種 所謂向心型的思維 而比較是離心 所以人可以變成其他的東西 而無損於他們這一個 他們的內在的品質 所以呢 某個意義來講 中國文化在很高度的 很早期就奠定人本主義的情況下 在周代 老實說以人為尊的思考呢 已經是滿根深蒂固 所以你看到《紅樓夢》裡面也一樣 它是承襲這樣子的一個文化特徵 那麼所以以仙草 那麼變成了人修成女體 女體當然是人的一種性別形態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照這樣的邏輯來說 林黛玉的前身其實是一種 次於人類的低等生物 這就是我剛剛跟你們講的 仙草好像也不神仙了 不再有神聖的那個仙境的那一種 特殊的那種權力 而是反而低於人類 好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小說中有一個地方很好玩 你如果跟這個神話設計結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理解他的意思了 那就是在第28回 我們林黛玉曾經抱怨什麼話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是不是原飛在端午節 賞賜給大家禮物有沒有 結果呢 結果只有誰跟賈寶玉是同一個等級 只有寶釵 所以寶玉自己是不是就很懷疑 說是不是送錯了對不對 怎麼不是林姑娘跟我一樣 怎麼反而變成寶姑娘 那席人就說怎麼可能送錯 每一份禮物是不是一張一張 都寫著名字籤子對不對 就不會弄錯 好 那寶玉當然也這個人比較 你說他真的是比較大而化之 比較心胸寬闊也可以 可是我們等一下有別的話 可以也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 總之他也就很大方就說 那就把我這份禮物比較多嘛 然後就給那個林姑娘 讓他選什麼就選什麼 那林黛玉的等級 其實是被降為一級 跟其他的誰是一樣的 是不是探村 迎村 席村 是不是跟姐妹輩是一樣的 所以原村在這裡 當然很明顯表達出 他對於寶二奶奶人選的一種暗示 雖然是暗示可是很明顯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當這個差別出來的時候 林黛玉是不是心裡面也很委屈對不對 他說我們哪有什麼禁納玉啊 對不對 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 有沒有 這個你們 好吧 我帶你們順便看一下好了 你們沒有讀到這麼細對不對 那麼是在 來 在那個446頁 在446頁 請看到數第六行 那林黛玉當然不願意嘛 這個人是蠻高傲的人 我為什麼要去月籍 然後去拿一些不屬於我的東西 所以他根本就不要 那寶玉遇到他啦 就說我的東西叫你撿 你怎麼不撿 這個撿是什麼意思 知道嗎 這個撿是選擇過的 跟一般的這個撿是不一樣的 這個撿是你只要碰到 你就把它拿起來 不管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就 這個叫撿 那這個撿是有所選擇之後 你去取的東西 這個行為叫做撿 那所以呢 寶玉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撿呢 結果他就說 他說什麼 因為寶玉又一邊 你看林黛玉連昨天生的氣又忘掉了 又關 又顧今天的事了 因為他生的氣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用過就可以放到一邊 所以他就只顧現在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沒這麼大福金壽 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 因為金玉良音是不是表示一個 世俗上面所認定的門當部隊 那這一個傳說 因為透過薛姨媽的轉述 這已經是變成大家所知道的 和尚的預言 還記得嗎 但是請注意 我在這邊插播幾秒鐘的話 就是因此不要就去推論薛姨媽 他們是有心要去謀奪寶二奶奶位置的 這個你跟全書其他的各式各樣的人等 跟薛姨媽本身的很多作為 放在一起來看 那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他只是如實傳達和尚這麼說 不要忘記和尚是一個在 先凡二界穿梭引渡 同時常常在泄露神域的一個 一個天機的代理人 對吧 他是常常告訴你oracle的 他甚至可以負擔 對於現世人們的一個生死問題的 那麼所以他真的就是在如實傳達一個神域 瞭解嗎 那有這個神域我當然就這樣講 那真跟我有什麼其他的企圖 這是兩回事 很多東西不能那麼樣粗糙的混為一談 那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總之那麼金跟玉 這當然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一個神域 一個預言 那結果林黛玉他就藉這個預言來表達說 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 那這個草木之人你們當然都知道 是在回應他的前世 是不是一顆醬豬仙草 然而林黛玉自己知不知道他是仙草變來的 當然不知道啊 當然不知道啊 所以誰讓他說出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 這非常明顯 草木在他的這個與一個陳述的脈絡底下 他就是一個低於金玉的一個比較次等的 然後是比較平庸的 是比較一般的那個物種這樣懂嗎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跟那個 他的神仙界的那顆醬豬仙草被齒奪長生特權 同時在變形邏輯當中呢 被降格為人以下的那個生命等級 其實都是互相呼應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就此而言 林黛玉會如此的以草木之人來自貶 你就可想而知背後符合從神界到俗界 那麼人類的忠心主義觀 還是非常作為一個維度 在稱持著這些我們對萬物的看法 那這是第一個 那這一點老實說不大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畢竟這個小說就是人寫的嘛 我們再怎麼樣奇悟論 要把變成蝴蝶的快樂寫出來的人 還是得要靠莊子嘛 對不對 蝴蝶畢竟寫不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呢並不是大問題 然而下面就是 我覺得讓我非常不安的地方 你們回到那個第六頁好不好 他不是說嗎 他得患人形 可是下面加了一句什麼話 好 謹修成個什麼 女體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句話我後來終於知道 讓我不安的地方在哪裡 首先他很努力的 透過這樣的一個轉化生命的進階 修成了人形 然而他用個謹字來說明 他修成了人形的一個性別的一個形態 那麼這裡面就暗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 有沒有注意到緊是什麼意思 只不過其實他就是表示 比較劣等比較差的意思 你們知道嗎 這個是你從漢代的很多的那個遜骨 上面其實都很明確的告訴你這一點 好啦 原來女性的一個生命體 他就是一個比較次等的 是一個修煉不到完善時候的一個 一個劣等的一個產物 所以請你們注意 這句話某個意義來講 進一步揭示了女性其實是次等人類 那也就是西蒙波娃所說的第二性 而這樣的一個性別價值觀 事實上不但符合儒家的思考 那麼其中也同時吸收了佛教的轉身思想 那佛教什麼叫轉身思想呢 那轉身其實就是轉變你的身體的 你的行曲的那個性別的歸屬 那這個在佛教的經典當中非常普遍 你到處都看得到 我簡單說一下 例如一般的對佛教的思想的認識 女性其實你為什麼會只修成的女性 她們不是有六道輪迴嗎 那生命就是以各種不同的形態 慢慢進化慢慢進化 那到人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一個等級 可是你就是比修成的男性的那一個人 你的前世是少修五百年 所以你才會只修成一個女體 這樣懂嗎 所以加上說女生有五漏啊 這個佛教裡面其實有很多這一類的思想 她說女性為什麼是刺激的 因為她有所謂的五漏 那裡面有很多的不完善 那包括什麼什麼什麼講了一堆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去查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所謂的轉身意味著 佛教裡面她們對女性其實也是歧視的 所以對於女性的這個存在形態 她是用一種你的前世修煉不夠 少修五百年 而且你帶著更深的業障 懂嗎 所以你才不能夠真正進化到一個 更好的男性的這種生命形態 所以這個景字真的是讓我不安 結果我發現我的不安是持續擴大 在前面五回當中 我們不斷看到一個女兒 她就是一個女生的一個早期階段 對不對 就是女兒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些女兒們都構成了 她們如同神仙般的父親的生命中 那麼最大的缺憾 好 其中一個例子 來 請你們看一下 那個就是真是隱 這段話剛好是可以跟這樣的一個性別差別待遇 或者甚至你可以說是性別歧視觀 剛好是可以互相呼應的 那個是在第一回的第五頁 這個第五頁 來 請看倒數第三行 請你們看這是真是隱 她本身是個望族啊 有沒有 這基本上已經是社會的上流階層了 我想我們如果能夠出身望族 這說實在已經立足於山巔 已經算是一個 我們都滿夢寐以求的一個社會位階 然後呢 這個真是隱不只如此 她的性格也非常的完美 所以她是不是第一個出家的人 這個人一點都不世俗 她秉性甜 但不以公民為面 每日只以觀花修竹 濁酒營屍為樂 倒是神仙一流人品 有沒有 我們作者給她的讚美就是神仙人品 這已經不錯了 然而只是一件不足 如今年已半百 膝下無耳 只有一女 那就是真英烈 有沒有注意到 只有一女跟緊修成女體 緊啊 直啊 同樣都是一樣的意思 而且只有一件不足啊 你就知道說 構成這位神仙人品 那麼神仙生活 神仙般的這個生命型態的唯一的缺憾 竟然就是她的下一代是一個女兒 你就知道這中間我們都非常熟悉嘛 對不對 我們就在這樣的一個文化圈長大 另外還不只如此 我們的林黛玉也是同樣在線了 這樣的一個性別差異觀 就在那個第幾回 第二回嗎 好 來請翻到第27頁 我們這個版本的第27頁 那麼林黛玉的父親是林如海 盡世出身 他們也是世家大族 不要忘記 林黛玉絕對不是小家必育 請你們看第三行 我們通常讀者都去忽略這一個 很重要的出生背景 然後就用我們一般的這個常態去理解 請你們看一下這個第三行 林如海之祖還襲過獵猴 他們都是貴族出身的 就是公猴之家的 然後那麼現在傳到的林如海 已經經過了五世 有沒有 這都是世家大族 所以林黛玉他事實上不是小家必育 不是那種家裡只有一父一母 然後就很活潑自在的成長的人 完全不是 你們要體會這一點 所以他絕對不可能像崔茵一樣的 看到一個張生就去戴月西鄉 這個違背他們的出生背景的一個教養 這個是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說 好 第四行下面 那道林如海他是柯地出生 所以他們家都是終頂之家 也是書鄉之族 大家族跟我們一般什麼四五口 組成的那種小家庭 事實上他們的生活的價值觀 跟生活的形態都遠遠的有所不同 這個你們一定要放在心上 然後這一段的那個最後那兩行 這一段最後那兩行 那麼 今只有嫡妻賈氏生的一女 乳名待遇年方五歲 夫妻無子故愛如珍寶 好 那麼又見他聰明清秀 所以也要他讀書室的幾個字 注意下面的話 不過假充養子之意 替了解膝下荒涼之嘆 有沒有注意到跟曾世穎的那一番話 完全一樣吧 對不對 都覺得這是人生中無可彌補的缺憾 所以女兒只不過是退而求其次的一個替代品而已 所以你看用個假充 所以他是個冒充的東西 再來了解 了是不是姑且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這個女兒永遠不能夠填補我心中無子的缺憾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零零種種把這些觀念全部加起來 我們真的還相信 《紅龍夢》只有單一的性別價值觀嗎 那個單一的性別價值觀 我們都誤以為他是在標榜或彰顯女性價值的 還記得吧 我們真的這樣想了嗎 你好好把這些東西全部整合在一起來看 事實上《紅龍夢》絕對不是只有單一的 那一個價值觀在引導 所以簡單說 如果我們把這些全部都綜合起來看的話 我們下面有一個表格給大家做參考 這一點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請你們注意一下 在這兩個神話以及裡面所涉及到的互動關係 跟他們彼此的對應結構 我們把它全部整合起來 你會發現裡面有一個很清晰的二元的一個分數的現象 而且非常一致 也就是你會發現人類中那麼就會對應的是什麼 男性有沒有 就是轉化過程中你以人為尊 那麼人類中那麼最高等的就是男性 而男性所擁有的是一種什麼樣子的特權呢 就是他有給予的能力 而且他給予的呢是甘露 是給予對方生命的權緣 所以他是個強者 而這個強者當然他擁有的是源源不斷的一種 對於生命對於幸福的一種創造跟體驗的能力 可是相對而言你會發現 次於人類的就是所謂的草木 我們剛剛說過他已經變成那個四等的生命形態 那麼他對應的人類的性別的那個歸屬 那麼就是女性 然後呢 而女性你可以看到在不管是在草木形態 或者是他到現世中以一個女人來生存的時候 他往往是一個接受者 對不對 然後呢也因此他注定是一個弱者 那麼作為一個弱者注意一下 這個情感對他來講事實上是構成危機 不像情感對於這個男性而言 往往是讓他們體會到幸福 讓他們呢感受到生命全員的一種 非常美妙的一種體驗之一 好 這就是呢 情為什麼跟女性相結合的時候 往往就會是跟眼淚和死亡 共構的一個最根源的一個意識形態 所以對女性來講 情感是一種危機的重大來源 那麼甚至會毀滅掉他整個生命 所以我們下面還有一段話 我們是不是先休息10分鐘之後再說 但是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先看 因為這段話實在太精彩 我們就是要來分享 那麼法國的存在主義作家 就是西蒙波娃 他最經典的一部作品就是第二性 對於女性的各個方面 他做了非常犀利的洞察 以及那麼非常直接的剖析 那他就有提到過 為什麼女性跟危機 那麼以及愛情對他所帶來的一種 重大的危險 為什麼會連在一起 事實上這中間就有一些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們的意識形態 是怎麼樣在背後來驅動這一切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休息10分鐘 好 那個剛剛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好 幫助我們更完整一點 就是請你們注意一下現在 螢幕上的最上面那個表格 假如要讓它更清晰的話 請你們在人類的前面加個寶玉 然後在草木前面就加個黛玉 因為透過這兩個人不同的角色 然後他彼此如何一路演化 跟他們的存在特質 這樣你們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指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以這個寶玉而言 他 好吧 這個你們自己看吧 好 總而言之 好 於是在這樣的對應關係底下呢 我們藉由西蒙波娃的一段話 來讓大家思考一些 我們也許在現代比較容易意識到 但過去的女性恐怕不自覺的只好 這個知情就是活在那樣的 一個當然狀態之中的 就是他指出愛情這個詞呢 對男女兩性有完全不同的含義 好 他觀察到這個現象 怎麼說呢 那麼因為男人的愛情 是與男人的生命不同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對男人而言 愛情跟生命是可以分開的 當他失去愛情的時候呢 他生命還是可以活得很好 可是對女人不同啊 女人的愛情呢 卻是女人的整個生存 對吧 好像我們常常也 周圍還是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那麼所以他說在愛情中呢 如果有些男人也產生了那一種 想要拋棄一切的願望 他說我敢保證他們準保不是男人 所以照他這個解釋的話 有一些失戀的男人去自殺 那就表示說他應該不是男人 就他的心理上應該不是男人 然後比較像女人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呢 那麼對女 而女人不同啊 女人都執著的愛 那麼在愛情中通過沉迷於另外一個人 而達到他自己的最高的生存 所以女人不是常常把愛情 當作他生命中最重要或最高的目標 有沒有 為了愛可以犧牲很多很多東西 那麼西蒙波娃就是在解釋這個現象 所以西蒙波娃呼籲 甚至他期望 他說希望有一天這一切都會變得可能 這一切是指什麼呢 他希望變得可能的事情是什麼呢 那就是女人以強者 而非弱者的態度去體驗愛情 因為以弱者的態度去體驗愛情 是不是就有很多的眼淚 就要犧牲 甚至對你的生命是不是會帶來危機 好 我們林黛玉就是一個絕佳的印證 所以那麼假如女人不再是以弱者 而是以強者的態度去體驗愛情 那麼在愛情中 她不是為了逃避自我 而是為了要面對自我 她不是要去貶低自我 而是要去確定自我 就是好好認識自己究竟是誰 究竟想做什麼 我存在的使命跟存在的目標跟意義在哪裡 這是女人應該自己去獨立面對的問題 而不是透過愛情來解決掉這一切的 應該要進行的生命的叩問的工作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好像女人在愛情當中 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嘛 例如說我是誰 我應該做什麼 我為什麼存在 像這種問題呢 她不應該用愛情的 這個詭異的範疇來全部加以解決 懂的意思嗎 大多數的女人在愛情當中 不就變成某某人的太太 某某人的妻子 某某人的媳婦 從此之後她自我是不是就不見了 她永遠就變成比如說 李太太 李媽媽 有沒有 那她自己到底是誰 不知道 因為她永遠就是變成一個附屬品 所以我想辛龍波娃的一個意思大概是這樣 所以她說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呢 愛情對於女人就會如同對於男人一般 都變成生命的泉源 而非生命的危機 不過她非常語重心長 也表達她的一個憂慮 她說在這樣的一天來臨之前 愛情會以最動人的形式 那麼可是她其實根本是一個 對女性生命的禍根 這個禍根用一個最動人的形式來表現 她沉重的壓在被束縛於 女性世界的女人的頭上 而女人則是不健全的 她對自己無能為力 好 我覺得這段話真的很好地解釋了 我對林黛玉這個人的人格特質的一個理解 你們有沒有覺得她這個人 其實真的就滿不自很健全 然後整個人某個意義來講 很偏執的投入在某一種自戀或自逆當中 然後就不思解脫 那結果呢 反倒是在妙玉的那個很特殊的遭遇裡面 你才看到她的豁達 她的坦然 她的成熟 所以這字裡面真的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講這一段引述西蒙波娃的話 除了是要來闡述林黛玉的性格特質的一個 可能的理解之外 我其實是要藉機來跟同學們做一個 怎麼講 做一個呼 一個期待吧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獨立的 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 那麼我們可以有很重要的追求 但是呢不要把自己變成這個追求的附屬品 你應該是這個追求的主人 好 那這句話有一點懸傲 不過我想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多說了 總而言之這也是跟大家的期許 希望我們都是一個做自己的主人的 那一種姿態跟認識來品嚐 我們活著的這個短短的數十年當中 所經歷的一切 包括痛苦 包括悲哀 包括幸福 包括甜美 而我們都應該很認真 很積極的去體驗它 而不是任由這些外在的經驗 那麼驅迫我們進入到一個自己都不知道的 一個奴隸的處境 那所以呢這邊是我們所做的一個補充 那麼最後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我覺得假如從剛剛所說的這個 曹雪芹自己都可能不自覺的 但是卻反映了他內在潛意識裡面 根深底固的性別歧視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我們對於《紅樓夢》中非常經典的 也已經變成標語式的 背後所隱含的一個 我們誤以為是女性至高無上價值觀的 一個重新反思 意思就是說你們還記得吧 就在第二回 透過甲雨村的轉述 好 你們還記不記得 來三十頁 那麼第二回三十頁 我們有幾句話要來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在這裡面同樣的感覺到一些不大對勁的地方 那這些不大對勁的地方 不是立刻就能夠找到解釋 因為我們都很自然的 在長久以來接受常見的這些說法 所以要對於這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看法 進行反思 其實那真的要花很多的力氣 才能夠從成見當中掙脫出來 然後我們也才能夠去思考裡面可能有的問題 那麼你們已經翻到了 我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這個透過甲雨村的引述 因為他教過珍寶玉 不要忘記喔 珍寶玉是甲寶玉的蟲像 那麼他們一開始是以一個完全重疊的方式 作為彼此的分身 這個我們到時候會有個專題來跟大家談 《紅龍夢》非常擅長使用蟲像的一個寫作策略 把某一些性格分散在不同的人物身上 而彼此之間又造成非常微妙的一個 結構的情節上的跟價值觀上面的一些辯證關係 這個我們等專題的時候再說 那麼這一段話你們已經找到了 就在30頁的最後那兩行 那麼他就提到說 這寶玉真的是淘氣異常 可是聰明乖絕也擺個不吉他一個 這個都是正邪兩腹的一個先天禀腹所致 可是下面請看 他說他的話是很特別 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 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我見了女兒我變清爽 見了男子變絕濁臭逼人 有沒有 這段話你們都已經二手能講 我為什麼要請你們從文字上面仔細再看一遍 你們大概沒有注意到 這裡面有很嚴重的邏輯謬誤 這個話其實是沒有效力的 我們總認為這句話彰顯了賈寶玉 當然背後代表了曹雪芹的一個少女崇拜意識 然後把女性的那種清新美好用來驅散男人 所創造出來的這個競爭的血腥的 濁臭的世界的一種 另外的一種性別力量 如果你這樣認識的話 恐怕基本上他的根基是非常脆弱的 因為這段話裡面有一個邏輯謬誤 使得他的比較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 稍微有一點邏輯訓練的人就會知道 這段話裡面的問題在哪裡 你們現在被我暗示或者是提醒以後 你們有沒有發現裡面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是我也想了很久才發現的 首先你們注意一下 它裡面比較的是哪兩種對象 一個是女兒對不對 一個是什麼 男人 有沒有注意到這兩者之間是不對等的 怎麼說 什麼叫女兒 女兒在傳統漢語裡面的用法 有兩個意思 一個其實就是人家女性的孩子 這叫女兒 另外一個就是指少女 對不對 Little girl 那這個很明顯在《紅樓夢》裡面 講到女兒都是什麼意思 注意 都是少女的意思 好 那什麼叫少女 當然是年齡上 以及在婚姻上面 都必須有一些條件限定之下 所以通常所謂的少女都是未婚的 十幾歲的青春女孩子 對吧 這個才叫女兒 那麼所以呢 欸 你看到跟她來互相對比 而被貶低的 可是她是一個未婚的 十幾歲的青春男子嗎 不是喔 什麼是男 她用的是什麼 是男性的生命中的哪一種階段 哪一種形態 是男人 不是男兒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那這有什麼差別 當然有差別啊 你想想看 男人就是表示一個成熟的 而且已經是具有獨立的責任權利義務 等等的一個社會分子嘛 對不對 他不是可以像女兒一樣 女兒就是只會出嫁喔 所以他還活在一個原生家庭裡面 他的人際關係非常單純 他的生活型態當然可以非常清新嘛 沒有任何功利思考嘛 沒錯吧 可是不要忘記 當他出嫁之後 就要面臨什麼問題 他變成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媳婦 對不對 而且正常的話 一年之後就會變成人家的母親 對不對 那他要面對什麼問題 你們不要忘記喔 婆媳就是很嚴重的問題了對不對 要怎麼樣在慈禧太后的掌控底下 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不要忘記喔 我們的劉蘭芝 2000多年前是不是就已經展現出 一個悲劇的典型 你就要知道那是很複雜的人際關係 那種壓力跟你要順利一個陌生的大家庭 你所要廢的那個心力 不是你做一個單純的女兒可以想像的 同時你要做人家的妻子對不對 你才十幾歲嫁到人家家裡去 是不是要去負責照顧人家一大家子 你又生了小孩之後是不是又有尿布 又有奶瓶 又有什麼還有數不完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對吧 所以當女兒變成了女人 當然中間的關鍵就是婚姻 那麼女性的心靈狀態 那麼以及我們作者認定 在這樣的身分變化之中 她的心靈狀態也會產生重大的質變 而她的價值也就逐漸走向淪落 也因此請你們注意 她講女兒而不是女人 這是《紅樓夢》裡面非常一致的 某一種偏執的女性價值觀 所以我要來提醒你們 同時參照另外一段賈寶玉的名言 剛剛那段名言是珍寶玉 對不起 珍寶玉 但是珍寶玉跟賈寶玉 前面這個階段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他們互相是可以代換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現在是透過 那個賈寶玉本人所提供的另外一個說法 這兩者之間請你們放在一起互相思考 那個是在應該是第50 有沒有 就是那個什麼女兒 就是由春宴所轉述的50幾回 怡紅院的一個小丫頭 春宴所轉述賈寶玉的話 就是女兒未嫁之前是個什麼 來 59回 請你們直接對照59回 920頁 920頁 請看一下第二行 女兒女孩兒未出嫁 是顆無嫁的這個寶珠 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 許多不好的毛病來 所以是顆珠子卻用沒有光彩寶色 是顆死珠了 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 竟是魚眼睛了 好 你們都知道它用的是哪一個成語 魚木混珠 對 魚木混珠 本來還只是量變後來變成質變 對不對 好 量變導致質變 所以最後就變成魚眼睛 那魚眼睛在紅樓夢裡面 賈寶玉常常就是指責的 就是那些所謂的婆子們 媽媽們 好 就是不但老 而且還會發出臭味 有沒有 他覺得這些人來到我怡紅院 就會把我的屋子熏臭了 有沒有 他是有著 不但有著年齡歧視 而且其實還有一些 嗯 很特別的那個心態 所以他就覺得很奇怪啊 怎麼同樣都是女性啊 分明一個人 怎麼變出三樣來 那這話雖然是魂話 大家覺得倒也有些不差 沒錯吧 我們就注意到說 的確在古代的那個社會結構底下 女性的生命 她事實上進入到不同的階段的時候 會導致她心靈素質的某一些損害 那個損害會使她逐漸墮落 所以這一段話被梅欣靈先生簡稱為 女性價值毀滅三部曲 對 從無價寶珠 然後到死珠 最後變成魚眼睛 這樣懂嗎 所以偷偷跟你們講 我們有的時候 想要罵別人的時候 不好意思說得太直接 而且就會說那個魚眼睛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意思 這樣懂嗎 這種罵人是很高明的 但是你們不要學 此地無遺三百兩 那總之 那請你們就注意囉 很明顯這個女性價值是所謂毀滅 在她的這一段說法裡面 關鍵在哪裡 請把這段話好好讀一遍 她的關鍵在哪裡 為什麼導致女性價值的毀滅 就是婚姻有沒有注意到 好 所以呢 那麼沒有進入婚姻之前的女兒 她能夠保有一種來自天然的清新 跟那一種沒有經過污染 沒有經過算計 沒有經過現實生活的煩擾 而保有的心靈上面的一種單純 好 這個就是賈寶玉等人 所追求的所謂的女性價值 因此請你們在對照第77回 也有在提到一件事情 好 你們來把這些相關的地方 互相對照一下就會知道 《紅蓉夢》裡面 所彰顯的女性價值很明確 都是少女崇拜 那麼就在1213頁 1213頁 就是超檢大官員之後 那麼有了不正當的 那個私藏的這個定型物的私期 是不是就被撵出去有沒有 在撵出去的過程當中 那寶玉在路上偶然遇到 想要再跟他依依不捨地化別 是不是就被那個 這個叫周睿家的就覺得很不耐煩 就不允許他們再多做逗留 所以不由分說就把私期給拉出去了 有沒有 那寶玉就很生氣 請你們看一下 1213頁的第二段 那麼寶玉呢 當然一方面又怕他們去告密 然後呢 所以也不敢直接說什麼 所以恨的只瞪著他們 看他們走遠了方指著恨到 有沒有注意到 人家走遠了你才敢罵 這算什麼英雄好漢嘛對不對 你就知道說寶玉其實性格中 也有很軟弱的那一面 所以你看當他即使要發出抗議 他也沒有直接表示出來 這等到人家走遠了聽不到了 才不會又引發出風波 他才指著恨到 你看奇怪奇怪 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 染了男人的氣味 就這樣混帳起來 比男人更可殺了 注意到了 注意喔 等一下我們有話要說 結果呢守圓門的那些婆子 也就是魚眼睛們聽了 也不禁好笑起來 就問說照你這麼說 注意喔 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 女人個個是壞的了 寶玉點頭說不做不做就是 好你們有注意到這個人 實在是滿形式化的 在思考問題 所以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整合起來來看 你會很明顯的發現 女兒跟女人是有本質上的重大區隔 不能相混 雖然他們的生理性別都是女性 了解的意思嗎 但是呢在紅紅夢的價值觀裡面 女兒就是至高無上的價值 而女人比起來是不是比男人更可殺 所以回到我們這一段珍寶玉的名言 我剛剛說他是一個不對等 也因此無效的比較 無效的意思是說 他對於彰顯女性價值 跟貶低男性價值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好 那一段話有沒有注意到 女兒是不是未出價錢的少女 但是呢男人是一個人 已經是一個成年人 他本來就要負擔社會責任 他本來就要憂心家族 甚至家國種種問題 他本來就不可能很單純的 那麼天真無邪 然後保有一種來自天然的清心 當然不可能嘛 這個不對等的比較的結果 完全不能夠凸顯女性的價值 反而更證明女兒只是一個非常受限的 在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客觀環境底下的一種 一種形態而已 所以當女兒一嫁人之後 是不是變成女人對不對 而女人的可怕是不是大過男人 這不是他說的嗎 對啊 而且他說凡 注意 凡女兒各個是好的 女人各個是壞的 用個凡字表示 這是一個規定性百分之百的一個原則 懂嗎 所以只要是女兒你們就都是好的 那好 下面不能再說 總而言之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用一個不同生命階段的性別來做對比 這根本是沒有意義 應該說男人跟女人比 女兒是不是跟男兒比 這個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 而有效的一個比較 所以老實說啦 這段話很感人 但是事實上從理性來說 根本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話語 這樣懂意思嗎 而更重要的是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 更重要的是 假如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 這樣子的女兒 也就是所謂的少女崇拜 同樣隱含著一種性別歧視 我們今天都來談這個問題 從眼淚啦 從所謂的那個愛情對於女性的意義 包括她帶來危機 甚至導致死亡 那麼這些呢 背後其實都有一種 對女性的一種刻板印象 以及對她們生命型態的某一種限制 那麼所以我們又從剛剛的這個說法來看的話 這實在太奇怪了 為什麼女性在她作為女兒的階段的時候 才是最好的價值呢 在背後的性別意識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歧視在裡面呢 來我唸給你們聽 就是說整個小說中 好像處處都流露出一種很濃厚的少女崇拜意識 那麼我們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 它隱含著一種價值觀 就是呢 女性的完美形態 是一種嬰兒女神的一個樣態 可是呢這就是女性主義所抨擊的 那麼她認為這是在男性的一種傲慢之下 認為呢女性的美必須是一種所謂的可愛的 青春前期的姑娘 這才構成一個男性意識中的完美女人 而這背後呢 她所挖掘出來的一個性別歧視就是說 對於男人來講呢 這樣子的一個嬰兒女神 是不是最適合她的一種另外一個性別來配合她 怎麼說呢 第一個青春的少女是不是最漂亮的 沒錯嘛 然後呢青春的少女呢 因為內在的性靈以及各種能力 都還不夠充分發揮還不夠健全 所以她們基本上在社會上是不是也沒有競爭力 了解了吧 所以呢這種所謂嬰兒女神 這個是那個凱特米利特 一個女性主義三大經典中的一位作者 她所分析出來的 我覺得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當你覺得完美的女性 是必須這種未出嫁的青春前期的 這一種可愛的姑娘的時候 你的背後隱隱然已經有一個呢 貶低女性的這個性別歧視的意識在裡面 因為呢這樣的女性是不是最可愛 可是又最乖巧 然後呢最沒有社會概念 最不會去爭取對不對 所以這背後呢真的是提醒我們 我們有時候在看待一些東西的時候 不要只注意到它表面上好像很感人 好像很漂亮的那些東西 那些恐怕是一些美麗的幻覺 那麼有學者或者是思想家 他們不願意只停留在表面的感性的 一種感動上 他要了解這背後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 使得他們進行這樣子的一種表述 所以這段話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假設這樣的說法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 一個一種角度一種參照戲 那麼《紅龍夢》中處處洋溢的這種 少女崇拜意識背後 恐怕還是有曹雪芹作為一個男性作家 不自覺的這種性別歧視 這樣你們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為什麼王熙鳳就不夠完美 王熙鳳不是被我們的作者罵死了嗎 因為我們總是用 賈寶玉曾寶玉的那一套價值觀 然後就會說你看啊 王熙鳳就是被污染了嘛 然後探村是不是也被污染 寶玉不是曾經罵過探村 或者是史湘芸以及包括薛寶釵 勸他要去做一些經濟仕途的事的時候 他不是說你們真的都被污染了有沒有 為什麼這就叫被污染 為什麼女性必須對世界一無所知 乃至於對這個世界一無所求 那才叫做是清新才叫完美 這太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在說 女性也應該要有各式各樣成長的機會 你可以像男人一樣 長成各式各樣的姿態 你可以好好的跟男人一樣 充分的去發展你擁有的才能 而不需要去受限在一個 無知的天真的可愛的青春少女 才叫做完美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我在想 《紅龍夢》背後有一些 我們以前一直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而我希望我們也許透過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到也值得我們重新去省思的地方 這就是在這個林黛玉的神話 我所想要來跟你們提供的一個新的思維 當然這些都不是唯一的解答 只是說畢竟一部偉大的經典 本來就不可能一言以蔽之 本來也不可能只有單一主旋律 那我們透過別的方式呢 來更增進對這部經典的理解 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單元 最後會花這麼多時間的原因 好 好